葵聰光輝為一家家品店 星期二發生火警 郡女店東爬出角樓窗台 企圖逃生 兩隻腳掉在半空 好像隨時跌下來 一群街坊見到情況危急 立刻找木梯等等 將事主救下來 之後消防人員趕到 救出因為身材肥胖 未能逃生的300磅男店東 並開後把火救息 東主夫婦因為吸入濃煙不息 送遠自離 消防經過調查後 認為火警有可疑 警方其後以涉嫌縱火 拘捕南店東 據知家品店原本由姓莊的 南店東爸爸經營 幾年之前 交給有情緒病的兒子接手 你的兒子有沒有病的? 有啊 追追的 什麼病? 有沒有你治療 就是他情緒病? 星期三早9點多 警方聯同政府化驗所人員 回到被燒毀的家品店 進行搜證和調查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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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